好,OK,没问题哈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 好,你现在就先听我说了哈 好,这是我们上一次有解过的一个题目,对不对 那么我们上次这个题目呢 就是叫做一个台阶式的一个potential的问题 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呢 举的例子呢是 假设这个例子的能量是小于这个barrier的V0 就是小于这个V0 那么题目呢,我上次有跟你讲说 如果用图来看的话是这样子 就是它可以分为两区 对不对,在这个位置 如果是小于x小于0的地方呢 我们叫做第一区 那么在x如果是大于0的话 就叫做第二区 那么它的potential的问题呢 它可以分为一区跟二区有不一样 OK,在x小于0的时候 它的V0就是蓝色线化的 是等于0,对不对 那么在x大于0的地方呢 它的V就等于V0 是用蓝色画的 所以它的V会有两个不一样的 就像台阶式 所以呢,这个题目就叫做台阶式的一个potential的问题 那么题目有时候会是这样出的 就是它有时候就是只画图给你 要你去解 雪晶哥equation 那么有时候呢,题目就会把它画成文字了 就像右边这样写的 就是说,如果是在小于0的时候呢 这个potential是等于0的 如果是在x大于0的地方呢 这个potential等于一个定值 一个constance 等于V0 OK 所以题目不管是用图画出来的 或是用文字写出来的 你应该都要能够知道 这个怎么画图 这个图是写什么 知道哈? 好 那么我们上次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把一二区分开 对不对 个别去解 雪晶哥equation 然后呢 利用在这个bundary的部分呢 V function必须要 要怎么样 要连续 要有一个值 对不对 不能发散 这特质呢 我们把它解出来 那那时候有一个技巧 对不对 我们就是把第一区呢 第一区的V function呢 就是把它设为是 A exponential的IK1 AK10加上B exponential的负IK1 对不对 其中呢 这一项呢 是向右运动的 所以我们这叫做 入射波的部分 对不对 然后呢 遇到了这个barrier之后呢 它有一个反回来的 V向的部分 我们这叫做什么 反射波的部分 是不是 那么如果你这个波 能够穿透过去第二区之后 第二区所得到的V function 就是属于穿透过去的V function 穿射波或是穿透波 对不对 是不是 我们上次是得到这三个结论 OK 所以你要个别知道 这个A的系数是代表什么意思 B的系数又代表什么意思 然后D的系数又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个别不同区的时候 是怎么样子的 那为什么 在这个地方 exponential Ikx等于入射波呢 为什么 V exponential 的负 Ik1 x等于反射波 你再回去看一下 你自己的笔记 我们上礼拜有讲过了 所以我们简单而言 就是把前面这一项是入射波 后面这一项是反射波 那么你穿透过去的第二区之后 就叫做穿透波 或穿射波 OK 好 那么那时候我们的AVD 都是一个位置的系数 对不对 我们利用的boundary的condition呢 我们把它解出来了 所以我们个别用A 用D来表示的话 就等于二分之D 1加上Ik2除以k1 这个就是你刚才假设的A 对不对 那么后面这里呢 B就相当于是 二分之D 1-Ik2除以k1 这上礼拜解出来的 你回去看一下上礼拜的 你自己解的笔记 那么呢 透射波的话 D我们就保持不变 所以我们上一个礼拜呢 是利用了 把A跟B 用D来表示的式子 的关系式 对不对 OK 这上次解的 解答 解出来的答案 好 那么对上一次解出来的答案呢 我们有去 我们有去画它的图啦 分布啦 是不是 那我今天要延续 上一个礼拜的这个结果 继续告诉您说 这种题目的话 人家还会问你 什么样的问题 还有什么东西 是可以继续探讨下去的 第一个 就是人家会问的是 叫做反射一个系数 反射 反射 因为你看你的 例子 跑过来了 对不对 从左边跑过来 右边之后 你只要遇到一个 barrier 你只要遇到 一个potential的变化 你自然的 就会有一个 反射波 那么既然会有 反射波的话 人家会想问你的 就是 第一个问题 就是 那么这个 反射系数是多少 大R OK 这是可以问你的 一个物理的现象 入射波 大R是多少 那么如果是 这个问题的话 你要先想一下 什么叫做 反射系数 大R OK 这个你就要回去看 你的那个波的定义了 什么叫做 反射系数呢 反射系数的话呢 就可以用这个 红色框框来表示 OK 红色框框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大R的系数的定义 就是说 你 入射波 这是叫做入射 入射波 你到底有多少 比如说有多少 粒子流 或者是粒子流 你的入射波 粒子流多少 那么你反射回来的时候 又有多少 这个就叫做 你的大R系数 可以吗 比如说 我有一万颗的粒子 跑进来 那么被反射回去的 到底有多少颗 那么你们两个之间的比例 就是我的大R系数 那听得懂 好 那如果听得懂的话 好那你现在遇到的问题又来了 什么叫做flux 对不对 OK 什么叫做粒子流 flux的定义又是什么了 flux的定义的话 你可以当做是像 你在讨论流体力学时候的 I 就等于密度乘上你的速度 你的粒子的跑动的速度 OK 那么 密度乘上速度的话 这就是一个flux的定义 粒子流的定义 OK 好 V V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现在是 入射跟反射 所以现在探讨的问题 是不是都是在第一区 可以吗 入射跟反射 是都在第一区 对不对 所以你的粒子流 一定是指 你的粒子在第一区 的速度 个别是多少 可以哈 好 那么密度是什么意思 密度 OK 密度的话 我们之前是不是讲过 密度 property的那个 density的话 是不是都是指 你 密度的话 是不是都是指 你的微方寻的 这个跟你的微方寻 相乘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你看你的密度 如果是反射波 反射波 反射波是不是属于这个部分 对不对 你反射波的话 的dagger乘上自己的话 因为这里有一个 exponential的负I 所以在乘上自己的dagger之后 这又等于1了 不见了 所以只剩下什么 B dagger乘上B 可以吗 好 那么同样的道理 也是一样的 那么 入射波呢 入射波的话 速度也都是属于第一区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V1 OK 那么密度呢 密度也是一样 微方寻的dagger乘上微方寻 对不对 入射波在哪里 入射波就是这个A 的系数这里 对不对 你这个就是属于 入射波的微方寻嘛 对不对 那么入射波的微方寻的dagger 乘上自己的话 exponential的I K1 X 再乘上exponential 负I K1 X 就等于不见了 1 对不对 所以剩下来的话 就是等于A dagger乘上A 有没有问题 可以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你看一下 V1跟V1 是不是可以消掉了 不见了 所以只剩下 Bdagger 乘上B 除上Adagger 除A嘛 那B又是谁呢 B是不是刚才这个系数 2分之D乘上1 减I K2除以K1 那么A呢 又是等于2分之D E加I K2除以K1 对不对 所以你就把个别的 Bdagger 乘进去 乘上A Dagger乘上A 乘进去 你就可以得到 这两个比例了 会不会 好 那你又会有微问题啦 Bdagger是什么东西的 对不对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B 是不是这个 对不对 B是不是等于2分之D E 减I K2 除以K1 是不是 我举个例子 那么Bdagger 是什么东西了 Dagger的话 是不是只有对I 才有作用 对不对 所以这里有个 负I 你就要变成什么 正I OK 其他都不变 可以吗 那这两个相乘的话 2分之D 乘上2分之D 就等于2分之D平方嘛 是不是 那这个呢 A 减B 乘上A 加B 所以是不是等于 A 平方 减B平方 对不对 只不过是这里的B 是不是有个I 的平方又变成是 加 这样会不会 OK 所以你就用相同的数学技巧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那你又发现一个现象 好 所以你看到上下 是不是刚好 都是一样的 所以除下去就等于1 也就是说 什么意思 以前 我们上礼拜要跟你讲过 以前在古典地学的时候 是不是告诉过你 你呢 你的能量要是低过于这个barrier的话 你这个例子 根本就没有机会 可以穿透过去 对不对 那么这个现象 在量子力学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你不管有几颗 可以进来 OK 没有错 你是有机率 可以穿透过去 但是 你还是必须要全部都是 反射技术的话 等于1的 所以这个现象就跟古典地学 又是一样的 没有违背 OK 只不过是 在这个 第二区的时候呢 你是有机率 可以穿透过去的 你是有机率 但是并不会 违防 你的那个 穿透系数 等于1的现象 所以这个跟古典地学 又是一再一次的 吻合的 OK 好 那么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刚才在讲到说 这个 probability的density 对不对 这个出现的这个density 几率的density 密度是多少 OK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再帮你做整理一下 这个东西有时候 人家会喜欢考图 要你画图 所以我在这边帮你 再做这个问题的讨论 如果是问到 probability的density的话 你一定要回归到 它的本身的定义是什么 OK probability的density的话 就是自己的 v function的dagger 乘上v function 这个你一定要记得 你到了量子力学 还是都会用到的一个问题 好 那如果是 你知道了probability的density 如果人家要问你 这个问题的话 你就知道 它等于v function的dagger 乘上v function 对不对 OK 那么你要知道的话 你是要知道的是 你要分两区 对不对 还是一样的 你还是要分为 x小于0的区域 还有x大于0的区域 OK 那么x大于 x小于0的时候呢 你的v function就是 由 a跟b 这两个组成嘛 是不是 乘上自己的a跟b OK 你就把它画开 然后你就得到这个式子 这个没有问题 OK 最重要的是 你看到这个结果 你应该要知道什么事情 就是 第一个是常数项 对不对 第二个是cos 第三个是sin 所以呢 你画出来的图 一定 在 x小于0的时候 是要 震荡的 因为cos波跟sine波都是震荡嘛 所以你要有感觉 你画 你画 这个x小于0的时候 你的probability的density 是要是一个震荡波的 是要是一个震荡波的 你应该有感觉哈 OK 那么这是上礼拜我跟你讲的嘛 如果你是画位方形的话 是不是在 左边或者是在 x小于0的时候 它都是 exponential的负i exponential的正i 这样子 对不对 exponential的i kx的话 都可以换成cos跟sine波嘛 是不是 所以在 小于0的时候 你也都是画成 震荡波的 OK 那 这里跟这里不一样 是几率不会小于0嘛 所以你都是要从0以上 画起 这边都是大于0的数值 哈 好 那再来 小于0的区域 大于0的区域呢 x大于0的区域的话 这上礼拜已经有画过 就是说 你呢 是会有 几率 可以 穿透过去的 对不对 OK 那如果是要算 probability的density的话 你就是要把 第一 这是微方形成上 它的dagger OK 然后你就会得到这个四字 这个四字告诉你什么事情 这个是常数 对不对 exponential的-2k2x 就什么意思 会慢慢的decay 然后很快的就回到 接近于 approach这个0的地方 这样可以吗 所以这个问题 你注意啊 我如果跟你考 你会不会画这个图 会不会画 probability density的图 会不会了 OK 你就要解这些出来 对不对 然后告诉人家 为什么是一个oscelation 然后这里 为什么是一个decay的波 会不会 这要会 你这次小考呢 你就还要很detail的 把这个题目 把它老老实实的算一次 你要真的都会懂 那这样子就应该没问题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 人家也很喜欢 问你的一个问题 就是 好了 你是有几率 可以穿透过去的 对不对 那 你到底会 有几率 穿透过去的 这一个距离 就是 你当然是慢慢的approach 接近于0 是不是 那它会有一个 叫做穿透的距离 这一个距离呢 我们的大小又是多少 这个是distance 到底又是多少 这也会是 有人会问的 OK 所以呢 这一个 我们接下来探讨 这里的distance 到底又是多深的距离 这个例子 相当于是什么样的实力呢 你想想看 这个例子 相当于是什么样的实力呢 有没有一点像是 你看 你这里 有一个电子 对不对 你被困住在一个 barrier里面 OK 比如说 你的金属表面好了 譬如说 铜块 铜片 对不对 或是 或是晶片 OK 你的电子 就是被束缚在这里面 OK 那么它呢 在表面的电子呢 也还必须要克服一个 一个能量才能够变成自由 那么这个能量差呢 你以后会学到 这叫做 Wall-Function 公函数 金属表面最高的能量的电子 它还是必须要克服一个叫做Wall-Function 它才能够变成自由电子 OK 但是 它是有几率可以穿透过来 在这个表面一个距离的 所以 你可以靠一些仪器 你可以量测得到 它电子的活动 OK 好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探讨表面的时候呢 就是在用一些显微镜 然后去看看这个电子 它们在表面的时候的一个相当于的一个特性 OK 所以这里是一个奈米科技 奈米科学的一个东西 好 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就是 这个Distance到底是多少 可以吗 嗯 有问题要问 好 接下来最后一个部分 好 OK 连续刚才我们讲的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关心的是 那你到底可以穿透 穿涉多少 穿透过草的距离 好 那么既然是要讲穿透的话呢 你一定是在第二区 对不对 在X大于0那个区域 在探讨的问题 好 OK 那么我们呢 假设 假设这一区呢 如果说你的X呢 是在 如果是一个叫做DeltaX距离的时候 好 假设我又令这个距离呢 这个小小的距离 就是穿透过去这个距离呢 你本来在这边震荡嘛 对不对 你能穿透过来的这个距离呢 我假设我定义你叫做K2分之1的时候 如果刚好这个距离又等于K2分之1的时候 会怎么样 我把这个X带进去 我把这个距离呢 带K2分之1带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发现到 你的指数就变成是负一次方 对不对 那exponential的负1的话 这相当于是等于1分之大低 系数大低 OK 好 那么这样子的话 那你在这个距离 你的这个几率 的probability的density 对不对 就是等于你的wf dagger乘上你的wf 的时候 是不是等于你的系数 的平方 OK 所以变成大1除以1的平方 那么你可以看看 这一个exponential的平方 放在分母的时候 所以它是 Decade是很快的 所以你这个几率呢 就几乎是等于0的了 因此 如果人家要问你 要问你这个穿透距离的时候 通常他们都是要你去定义 这个定义呢 这个距离是等于k2分之1了 如果当你这个距离 是等于k2分之1的时候呢 根据定义 这个距离呢 就叫做是一个穿透的一个distance OK 好 那k2又是什么东西了 OK k2的话你就要去参考 你上一个礼拜写的 对不对 k2的话是不是相当于是 我们上礼拜有写的根号 2m乘以v0减掉 energy的1 除以这个h bar 这是你上次 上礼拜 定义 写这个k2的 OK 所以 你的这个距离呢 就等于k2的导数 也就是等于根号 2mv0减1分之h bar 这样会不会 好 好那么呢 这样子的解决完之后呢 我们如果又从一个 不确定定 不确定那个principle来看的话 uncertaining principle 这上个礼拜 我们之前我们其中考一考 OK 什么叫做uncertaining principle 就等于这个位置的 不确定性 跟你的动量不确定性 你们两个相乘呢 都会大于2分之h bar 这叫做uncertaining principle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这样子的 不确定性的话 你看看你的momentum的 不确定性 是不是就等于 大概是等于h bar 除以delta x OK 你会说你少了一个2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order是多少 这个order是10的负34次方了 10的负34次方的时候 你有2跟没2的话 其实就差不多了 所以呢 你这个momentum的不确定性 大概就等于h bar的 除以delta x OK delta x的话 就根据定义 就是这样子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在把它跟h bar 两个去比的时候呢 你就只剩下 momentum的不确定性 就等于开根号的 2n 乘以v0减1 好 好 那么呢 你不确定的能量 又是多少呢 不确定性的能量的话 根据能量的定律 就告诉你说 是等于p平方 除以2n 对不对 那你的能量不确定性 相当于你的动量 不确定性的平方 除以2n 所以呢 动量的不确定性的开根号 2n这个平方之后 等于2n 对不对 所以会等于v0减1 那这个意思又告诉你什么事了 就是说 你只要有v0减1 OK 你有一个barrier 然后你的energy又跟barrier一个差值 也就是说 你有一个uncertainty的 就是你不确定性的能量存在的话呢 你就会有机率 有机会 会有这个delta x的存在 这样懂不懂意思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一个例子 你遇到一个不连续的一个barrier的变化 你一定会有反射波 你一定会有机率 有一个这个distance 可以吗 你只要 你只要有这个delta 1存在 也就是说 这个v0减1 不会等于0的时候 那么呢 你就会有这个delta x的存在 OK 好 我们先到这里 这里有两个homework是要回去练习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个的提醒是怎么样子的 注意看一下 第一个呢 我们刚才有解过 那个台阶式的potential的话 但是我们那时候例子是不是 energy是小于v0的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这个例子呢 这个homework呢 是大于10的 OK 那我要问你的是有几个题目 ABC 你自己要去练习哦 这是会问您的 第一个 要问你的话是i跟function OK 第二个是v function 这两个基本上你要先知道差在哪里 差在哪里 v function的话 是不是只有跟位置有关系的function 对不对 如果我问你 i跟function是只有跟位置有关系 如果我问你的话是v function的话 你必须除了位置的i跟function之外 你还要乘上什么 跟时间有相关的factor进去 OK 这是两个差别 所以如果我只有问你i跟function的话 你就只要把x的相关式写下来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位function的话 你就必须要乘上这个时间的factor 在上 的因素上去 这是解答 你自己要去推 推出来这样答案 才叫做对的 OK 那如果是第二个的话 我问你是probability的density的话 那么还是一样的 你要分一区跟二区 对不对 一区的话呢 左边那区的话 小于0的部分呢 你就会得到a平方加b平方 这样子的关系式 那如果是x大于0的二区的话 你应该得到就是c2平方 所以这个是一个定值 对不对 这是定值 然后呢 这个部分的话 是不是也是等一个 震荡的 一个函数 对不对 所以我要你画图的话 你会不会画 会不会 左边就是画震荡 对不对 右边就是等一个constance OK 好那第三个呢 我如果问你 那么如果这个题目的reflection 跟这个transmission OK 反射跟穿透的系数是多少 OK 那么根据定义来讲 你应该自己要去试试看 你的r是等于这样子的 那么t是等于这样子的 r加t会等于1 好你证明看看 你要自己去算哦 OK 这些的话都是一个答案的 你自己去解解看 是不是这样子的符合 第二个homework呢 就是 我把这个形状 倒过来了 对不对 本来是左低右高的 现在potential是左高又低的 OK 就是说 在左边的话 你的v等于0的 对不对 在右边的话 你的v等于-50mev的 那我今天问你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的例子还是一样 从左边设进来 那么从左边跑过来的时候 它energy呢 是5 正5mev 就是说 它是大过于这个potential的 对不对 因为potential这里的话是0嘛 那它的话是5嘛 所以从左边跑过来 这样子的例子 你试试看看 你得到的这个reflection的这个系数呢 也是等于0.29 试试看 这个呢 什么例子 这个相当于是我今天如果是实例的话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我如果这边是属于一个原子核的部分 假设我这是原子核的区域 OK 实例 这是一个原子核的例子 那么我如果这个例子呢 就叫做中指 中指的话呢 中指呢 从左边跑到右边来 因为它这边会一个 原子核对它而言呢 是一个陷阱 trap 所以它跑过来之后 就会困住在这里 这实例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这个中指呢 从外面跑过来的话 经过这个 到了这个原子核的区域呢 它会就被困住在这里的 那我要问你的是说 你跑到这里的时候 你还是会有一个reflection的系数 但是你 你反射出去的几率 系数是很小的 对不对 你大概是 这里只有零点二九 那么你几乎呢 都是被穿透过来了 穿透过来的话 大概是零点七一 好 你试试看 试试看去证明这件事情 好 Homework Homework 一定要自己算过 好 有问题 你下礼拜 一定要问助教哦 好 你不要考不好了 哈 OK 接下来第二个例子呢 我们是要讨论的是 Squareware的potential 就是未能计的问题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第二个类型 第二个类型呢 我们就叫做是一个方形 一个正方形 或是一个方形的一个potential OK 方形紧 Squareware OK 那么简单来看的话 就是相当于 刚才我画在这边的一个图 对不对 你先注意听我跟您说 就是说 如果呢 是在负二分之A 到二分之A 中间的这个区域的话呢 potential呢 是等于零的 就相当于是在这个区域呢 是一个free的 对不对 可是呢 如果是小于二分之A的区域 或者是大于二分之A的区域的话呢 那么它是会受到一个potential的大小 叫做V0 OK 所以呢 它呢 这个例子就会在这边运动 OK 那么你在还没有解之前 你先想一下哈 运用你看 你看看 刚才我们是不是 我们刚才是不是上一堂课有解过 step 台阶式的potential 对不对 你应用刚才你所学的 你先猜 你先猜一下你的square 这个位能景 如果是这个形状的话 那么你的答案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你先猜一下你的位方式 应该是怎么样形式 你先看一下 在这个中间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free的 对不对 所以你先猜一下 它会decay 还是会oscelation 它会怎么样 它是不是会 oscelation这样子在正 对不对 因为它是free的particle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基本上你应该可以猜得到 就是它应该就是属于一个 OK 比如说我画一个oscelation的data OK 那么你看 先看右边的这个step potential 这个右边的step potential的话 我们刚才是不是解过了 你是不是会有几率 可以穿透过来 可是你是不是很快 是怎么样 decay了 可以吗 那右边的话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状况 对不对 step是不是放在这个左边 OK 那这个题目 是不是跟刚才的题目一样了 所以 在左半边的话 是不是也是很快怎么样 decay 可以吗 好 再来 你还没有写 解答之前 你还没有开始算之前 你一定要先知道你在写什么 然后你要知道你这样子设 到底有没有问题 你先猜一下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中间 如果中间是属于这个 oscelation的话 它一定 你的 你的function 一定就是sin cos 对不对 或者是上一堂课写的什么 exponential的i 有没有i 有 有i 有i的话才是sin cos 对不对 所以如果中间的话 你要不就是写 exponential的i 或是exponential的什么 负i 两个的组合 OK 所以你会有一个 你一定要先知道 你写到 所有的答案 所以你先猜一下 中间这个ridge的话 一定是sin cos 的解答 OK 或者是 exponential的 负i 或是 正i OK 但是因为它在这个区域 是属于一个 被束缚住的 有点像是一个 助播 的形式 所以我们不会喜欢 写exponential 负i 正i 负i 正i 好像有点可以让你 很free的这样在跑了 可是它又不是那么free 对不对 它只有是一个 部分区域的free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都喜欢写 助播的形式 sin cos OK 就是说 你本来是 应该是写 你也可以写 这样子也可以啦 就是exponential的 方式 但是你也可以写 sin cos 的方式 我要跟你讲的 强调就是说 你的答案 一定是会有 i的 OK 因为只有 exponential i的话 才是sin cos 对不对 好 那再来 第二区域呢 如果是左边的 这个区域的话 你刚才是不是告诉我说 这边是不是很快 就 decay掉了 对不对 如果是很快 就 decay掉的话 那么它的exponential 有没有i 没有i 对不对 没有i的话 才是很快 就 decay了嘛 decay对不对 好 没有i的情况之下 很快就 decay 所以它这里一定是 没有i的 可以吗 第三个 第三个区域的话 是不是刚才 你告诉我说 这边的话 也是很快的 decay 很快 decay 的话呢 是不是这边的 exponential 你今天中间这个区域到底是 exponential的话 就是设为FG 就这样子 这样懂吗 可不可以 其他的话就是 你要去写 一般的equation 就是说 比如说 第一区域的话 因为它中间 是不是free的 对不对 所以它没有V嘛 V等于0嘛 是不是 这是free的时候嘛 对不对 那剩下部分 就跟以前你解 其实这种题目 就是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两个 step potential 的 叠合嘛 是不是 所以你只要 你要很老老实实的去解 上礼拜跟上上礼拜 第一个 我们是不是举 free的particle 对不对 那么上一堂课 是不是在解step potential 其他的组合 不管什么样的题目 它都是这两个 组合起来的类型 就这样子而已 好 所以像这个题目的话 就是属于两个step 组合的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你现在是不是要开始去解 bundary的condition了 对不对 你要第一个步骤 会写 第二个叫 利用bundary condition 第三个才是解 OK 那你有 那你有拿几个bundary 你一号跟二号中间 这个就是一个bundary了 对不对 一号跟三号是不是又一个bundary OK 所以你要运用这两个bundary condition呢 来去解 你的位置数 A B C D F G OK 可以吗 好 好 那我们就来解解看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 开始要解了 对不对 你要解的话 你就要运用这个bundary的condition 我们解称叫做bc bundary的那个condition的话 如果是在区域三 区域三是哪里 你还记得吗 我刚才是不是画 这里对不对 一二三 放在这一区 对不对 那这一区的function的话 是不是刚才假设了 它是不是等于F跟G 对不对 的两个系数嘛 是不是 然后这个是不是等于正的 K3S 这个是负的 K3S 对不对 好 你去看一下 那么第三区的话呢 如果是bundary condition的话 这一区 这个function呢 你还是要有限值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这里是0嘛 这是大过X的 如果你 所以这里 这一区的话 这一区 区域三 区域三的X 它是不是有机会 可以到达正无穷大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没有 好好的规范 这个F系数的话 这个X 当你是无穷大的话 你这个 你这个way function 是因为跟着无穷大了 所以你要好好的规范 这个F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让这个 X大于无穷大的时候呢 这个way function会无穷大 因此你必须要采取行动 定这个F为多少 0 可以吗 那相同的道理呢 对于这个区域2 区域2的这个way function 我们刚才是不是 也是设它为C 跟D 对不对 然后这里的话 也是正的 K2S 这是负的 K2S 对不对 那还是一样了 你先注意看 对于这一区的话 的X 它是不是有机会 可以到负无穷大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负无穷大的话 对于D 这个系数而言 exponential的系数而言 本来是负K2X 对不对 可是当你X 如果是带负的无穷大之后 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会变成正无穷大 所以你也是一样 要规范这个D 必须要令它为0 可以吗 所以呢 你这样子之下呢 你就只剩下 D区有AB 对不对 然后第二区就剩下C 第三区只剩下G 可以哈 好 那么第三个Bounder Condition是什么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1号区跟2号区的交界 叫做负二分之A这个位置 OK 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是不是必须要符合 你的Way Function 是不是只有Single Value 对不对 单一值的条件 也就是说 不管你是2号的过来 遇到这个1号的过来 你们两个的值 Way Function都要相等 以及 Way Function的一次微分的话 是不是也是要在这个Boundary 也是要相等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之前有讲过 你的Way Function 必须要遵守哪些条件 对不对 就是Way Function不可以 无穷大 要有限 然后呢 再来 这个Way Function 一定要Continuous 对不对 然后要单一值 所以要单一值 就是要不管哪一区跟哪一区 都要相等 然后不管 不只只有Way Function而已 它本身的一次微分 也是必须要遵守这种条件 OK 那再来 第二个Boundary Condition 就是这个1号区跟3号区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是等于 正的二分之A 这个位置呢 你也是一样的 要符合单一值 对不对 也是要符合 这个一次微分呢 也是要属于单一值 OK 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们先来检讨一下 第一区 你有位置数 是不是有A 有B 对不对 你AB Sine Cosine 的相加码 对不对 第二区 你是不是有位置数 C OK 第三区 你是不是有位置数 F G 可以吗 就这样子 是不是 1 2 3 4 是吗 OK 所以你现在 是不是可以有 这些Way Function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解出来 它们个别的代表 是多少 可以吗 好 那么我们就开始 要解了 说 首先呢 我们要解中间 这一区 我们先休息 10分钟好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解答 我们来开始解 解刚才 继续呢 Bounder Condition 之后的解 在这之前呢 我们要解了 时候呢 你先看一下 刚才我们上一堂课有在 左边那个黑板有写到 我们在区域 第一区 也就是中间的那一区 Potential等于0的这一区 我们是不是那时候 有跟你讲说 你设 你的系数等于A跟B 好 A的Exponential Ik1s 加上B的Exponential Fu Ik1s 对不对 OK 那么呢 你是不是根据你刚才 对这种题目 这种题型的一个 一个感觉 就是说 在这里面的话 一定是要形成铸波嘛 对不对 因为形成铸波 为什么一定要形成铸波 因为如果不是铸波的话 你就不能够很Stable的 存在在这里面 对不对 你要这样子来回的震荡嘛 所以你一定是要形成铸波 你才能够比较Stable 存在在这里面 所以在存在在这个区域 第一区里面的话 一定要形成铸波 所以你这个解答 所以你这个解答 跟刚才只有一个 跟刚才是只有一个 Step的Potential 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Step的Potential 它是不是没有一定要 特定你一定要 一定要铸波 因为它也可以 它不是铸波的话 它也可以无从远的前进嘛 对不对 可是如果是一个 未能井的话 它一定是要在这里面 形成一个Stable的铸波 它才能够存在 那如果是要铸波的话 它有要什么样的条件 铸波 什么叫铸波 你就要回去想想看 你以前在讲 上波的时候 对不对 波的话 你要形成铸波 第一个条件 是不是引力 你的频率要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看频率的话 是不是影响到K 所以你看你的K1 跟K1 是不是都一样 符合条件 对不对 第二个的话 是不是怎样 你这个 你这个A B 系数 政府的系数 是不是一定也要 一样 或者是要 这是系数而已 所以这个是 正或是负 都可以允许的 你可以去 去看一下 你的那个 普误课本 所以如果你要 形成铸波的话呢 这个A跟B的话 一定系数要相等的 情况之下呢 我们刚才上面 那行课的话 就把它统整 叫做一个B 所以这个B A'又跟这个B 是不一样了 这个B'是已经 经过 Standing Wave 的条件之后的 系数了 OK 那另外一个 系数的关系呢 就是A 要等于 负B 是不是 所以这个的话呢 整理之后 刚才上面 还可以整理之后 是变成A' 的系数 OK 所以一般解 一般解就是说 你可以 这个跟这个的 组合都可以 OK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 要来解这一区的题目了 哈 怎么样 没有可以问他 如果 如果要解 这个一般解题目的话呢 你在应用数学 应该有上过 就是说 这个解答的话呢 你可以分为 两种类型 你要不呢 因为刚好很lucky的是 你的题目呢 是属于一个 对称性的 未能解 所以呢 你会有两种类型 哈 因为你的 你的这个potential 是属于一个 对称的 所以你会有 两种类型 你要不呢 就是属于 这一种 Sign 就是属于一个 even的solution 要不呢 就是属于一个 奇数的solution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比较清楚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你呢 如果是一个 对称性的potential的话 如果你的题目呢 是一个 有对称性的 一个未能解 的话 那么呢 你的解答 将会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呢 就叫做 even的solution 要不就是属于 奇数的solution 这个 因数一二 有没有 是不是 是不是在解这个 解这个 它当然不是解个未能颈 它当然是解一个 对称性的 那么它就会有一个 一个解答 就是叫做 偶 偶函数 对不对 一个叫做 G函数的解 OK 如果是第一个 偶函数的解的话 你看看这两个解答 你要偶函数的话 你一定要令 A'要等于0 对不对 因为sine是属于一个 G函数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的解答 是偶函数的话 你必须要令 A'等于0 OK 那如果这个情况之下呢 你将会得到 绿色的那个解答 根据 Boundary Condition的时候 你会得到的解答 那第二种状况呢 就是你得到的是一个 G函数的解 G函数的解的话 你必须要令 这个B'等于0 OK 所以呢 你会得到的是绿色的 Boundary Condition之后 你会得到这个绿色的解 OK 好 这个都是利用 Boundary Condition的时候的解 你回家试试看 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你把 你把全部的V方形 都画出来的话 对不对 区域1 如果是偶函数的话 就只剩下cos的嘛 OK 然后你利用Boundary Condition 你可以知道 区域2 的系数 以及区域3 的系数 OK 你自己要回去练习一下数学 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要记得 你下礼拜三一定要参加 那个助教时间 然后还有1跟5 你随时都可以跟他们约 那你把这个系数呢 都解出来之后 如果 要问你 你要画图 这相当于是刚才我们是不是就已经有猜测过他的答案了 对不对 你在区域1 就是负2分之A跟2分之A中间这个区域的话 你现在的解答是属于一个G函数的解 所以是属于一个cos的波 可是到达了区域3跟区域2的时候 你都很快的就要 Decay掉了 可以吗 好 你先看到这里 看看有没有问题 我再用一个方式来想一下 好 我们 或者是用 另外一种说法的话 也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 另外一种说法的话呢 就是说 OK 你今天的题目呢 是属于一个对称型的 未能锦 对不对 就是说它是属于对称性的 OK 就是说 正X跟负X的话 它是对称性的 那么根据你印数的话 就告诉你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 你得到的一个解答 不是偶数 偶函数 不然就是G函数 对不对 不是G函数 就是偶函数 所以你这样子的解答 非G几偶 是不是 好 你以前印数那边有说过 那如果 今天的状况 是属于偶函数的解答的话 OK 你是不是 在刚才 我们就有说过的 第二区这里的话 它因为不能有 D已经被销掉 细数不见了 对不对 所以只剩下C的细数在 那中间的话 中间的话 因为它是 它是属于一个 它是属于一个 主播嘛 所以呢 我们就假设 它是由 A cos 跟B sin 所组合嘛 那因为你今天的解答 如果是要 偶函数的话 是不是只剩下 cos的留下来了 可以哈 好 那么 区域1的话 你就会剩下的是 cos的系数 那区域3的系数呢 是不是刚才 因为F也不能 符合无穷大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剩下 G的系数下来而已 对不对 好 这是属于 G函数的解答 OK 那么如果 另外一个是 O函数的解答的话 其他都没有变 只有中间这里变 好 然后因为 boundary condition 不一样 所以你这个系数 也会跟刚才的 系数不一样 就是了 好 这样子 可以吗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OK 但是你要知道哦 哈 这两个 都是你要的解答 好 你不能只有一个 OK 好 只是我把解答 因为本来啦 就是说 为什么要用 这样子的方法解 本来 应该没有 那么单纯的 好 本来的话呢 你区域2 是不是就是只有C嘛 对不对 区域1的话 就是由A cos 加Bs 组合的嘛 是不是 区域3的话 就是剩下G嘛 是不是 OK 你本来是要解 这种不同区域的 boundary condition 但是因为中间 这个区域是很复杂 OK 然后是因为这个题目 有一个特殊的技巧 所以你省去了这么复杂 你要同时去管道 cos跟sin 两个都要去考虑 OK 所以呢 你这个题目的类型 就把你的解答 给简化成 可以分这两区 但是这两个答案都是 你的答案是 你的答案是这两个箱 叠在一起的答案 才是你要的答案 懂我意思吗 好 所以呢 如果是 就是说 如果题目刚好 没有那么lucky 它不是属于一个 对称性的话 那你今天就不能够分为 飞机 极偶的问题了 你就要老老实实的去解 cos跟sin 然后在不同的boundary的时候 的解答是怎么样子的 可以吗 那今天的类型是刚好 很幸运的是 你的未能锦 是属于一个对称性的 所以你可以把这么复杂的 中间的这个方式呢 分成两部分来 分开算 之后再把这两个解答 一起处理 这样等我 也在说什么啦 嗯 可以吗 要不要再讲一次 好 我再讲一次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今天的题目 没有那么幸运 它的未能锦 不是属于对称性的 那么呢 你就必须要很 老老实实的去解 这个acos跟加3bsin 在不同boundary condition的时候 它们个别的系数是多少 就这样子慢慢的解 OK 那今天这个题目呢 是刚好是对称性的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复杂的一个关系是呢 分为两个solution来解 分开来解 因为你解一个方式 比较简单吧 对不对 总比你解一个 两个方式的相加 比较简单吧 对不对 那是因为你刚好 今天的题目类型是这样子 你才可以这么简单的去处理 如果今天的题目不是对称性的话 你就要处理这个 比较复杂的function了 就这样子而已 可以吗 好 那如果是可以的话 你今天会有三个 区域 对不对 然后你就应用它们 我刚才写的这个 bundary condition 就是说在这里的地方 要在这个边界的地方 一次 微方寻要等于 要相等 还有它的一次微分 也要相等 以及在这个正二分之a的时候 这里的微方寻要相等 以及它们一次微分 要相等 的bundary condition 你经过bundary condition的整理 你应该可以得到 这个黄色框框的式子 OK 那么另外一个 这也是一样 你也是要去处理 bundary condition 就是在负的二分之a 的bundary condition 你的一次微分 一次的function 要等于一次 一次微分 也要等于一次微分的 你第二区域 跟第一区域 还有 第二区域 跟第一区域 以及 第三区域 跟第一区域 的一次值 以及微分 也是要等于第一区域的 OK 就利用这些bundary condition 去解 你应该也可以解出 黄色框框的值 可以吗 好啦 那我刚才是不是讲过一句话 你个别解了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这两个 你要找出答案出来 你是不是要把这两个 要去解 什么时候的 k1跟k2 k1k2同时要满足这个等号 也同时要满足这个等号 的k1k2找出来 是不是 所以你现在就是要去解 什么样的k1跟k2 可以满足左边的等号 以及右边的等号 好 那又要运用到画图的方式了 好 我们继续解 好 剩下来的时间 你就 剩下来都要听我说 一步一步都要听我说 要不然你到时候就会 有个地方弄错 然后就全部都不对了 好 你先听 你先听一下 注意听 你要每个地方都要听得懂 我们刚才是不是讲说 因为今天刚好你的题目 是刚好是属于对称性的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分为一个 even的solution 跟一个out的solution 对不对 然后你就是得到 必须要符合这样子 以及符合这样子的k1跟k2 对不对 就是说你的k1跟k2 必须要符合这样子的两个等号 是不是 那么我们就是要解 这两个等号 那么我们怎么解 因为两个位置数 有两个等号 照大家讲 你应该是可以解的 对不对 好 但是我们现在解的方法呢 我们就不用 一般的那个算数学 我们现在用画图的方法 假设 我如果今天用一个方法 用画图的方法 我假设一个ks 是等于k1a除以2 那我假设一个y 叫做k2a除以2 OK 那么你这一个 上面这个式子 k2等于k1 tangin的k1a除以2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变成 因为k2 k2是不是等于y 对不对 k1 是不是等于ks 乘上tangin的tangin的ks 对不对 你会说 你会说 可是你的ks 等于k1a啊 对不对 那边只有k1啊 是不是 你是不是稍微 只要整理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我同时都可以变成 k2a除以2 等于k1a除以2 其实你稍微整理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呢 这里的k1 是不是就是我的ks 是不是 所以这里是不是tangin的k1除以2 k都等于tangin的k2 cotangin的ks 是不是 这两个都必须要符合 然后再来 你刚才设的这个ks跟y 是不是有个关系是 ks平方加上y平方 就等于这个k1a除以2的平方 加上k2a除以2的平方 你是不是把它整理一下 就会等于这个式子 为什么 不要忘记了 k1等于什么 k1等于k根号的2m1除以h8 k2等于根号的2m v0-1除以h8 所以你把这个k1a k1除以2的平方 加上k2a除以2的平方 把这个k1k2带进去之后 就等于这个式子 你这样懂我意思吗 好 那么这两个式子会怎么样 我们要画图 先画第一个图 tangin的图 tangin的图 你再想一下 你回想一下 你以前记得 tangin的图是怎么样子的 tangin的话 是不是在0的地方 因为tangin等于sine 除以cosine 对不对 所以当你x等于0的时候 x等于0是sine就不见了 对不对 所以这里如果是tangin的话 是不是画图 我应该是画这样子的 所以在0的地方 这里是0 0的地方 是不是要画蓝色的线 这是2分之π 就每间隔一个90度90度的时候 你应该是画出这样子的关系式的 对不对 那等到它是90度的时候 等于它是2分之π的时候 2分之πcosine 是不是变成是0了 所以这个是变成正无穷大 OK 那相同的呢 cotangin你也要想一下 cotangin的话是不是相反 是不是cosine除以sine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在 你在x等于0的地方呢 反而是这个分母是无穷大 对不对 所以你画出来的图 本来 本来画出来的图 是不是应该是无穷大 这样子的 可是因为今天 你是不是等于负 负y 所以是不是必须要把这里又怎么样 正的就要变成负的 所以画成的话 画出来的话就是我绿色的线 画出来的 懂我意思吗 蓝色的话是tangin 对不对 绿色的话本来是 应该是 cotangin是这样子的 可是你要变成负y 你要导过来 所以变成绿色的话 是我画出来的 s等于 s乘上tangin x等于负y的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软体去画图 你试试看 好了 所以 我蓝色绿色的线 分别是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x跟y 就是又要符合 这个关系式 这是什么 s平方加y平方 等于一个常数的平方 是什么 圆 是不是一个圆 所以呢 x平方加y平方 必须要等一个圆 然后要小心 这个每个x跟y 一定要大于零 有一个条件 为什么 因为k1 k1是开根号的东西 对不对 k2也是一个开根号的东西 对不对 他们一定要大于零嘛 所以怎么办 所以只要在我x 是负的地方 我都要插掉 y在负的地方 也都是怎么样 不存在的 你可以打个叉叉就可以 但是一定要x y一定要大于零 这些解才在 可以吗 然后呢 你又必须要符合圆 的规矩 所以你就画一个圆 那么这个半径 就等于多少 半径是不是等于开根号 ma平方v0 除以2h8平方 可以吗 然后呢 只要它跟 不管是蓝色 或是绿色的焦点 这个 都是解答 ok 可以吗 解出来的答案是什么 你不要忘记了 你就是要解什么 你就是要解k1k2嘛 是不是 所以你解出来的解答 k又是跟什么东西有关系 是不是跟你的energy有关系 所以这个都是在解什么 解i跟value的问题 解energy total energy的问题 可以吗 好了 那么最后两个 discussion两个 也就是说 你只要 这个半径 大于零 你看哦 我这个半径啊 这个圆的半径 是不是只要稍微大于零 我就会遇到一个蓝色了 对不对 所以我只要半径大于零 也就是我这个m是 m是一定大于零 不要管它 这都是常数 所以只要我的v0 乘以a平方 只要大于零 不管多小 我一定会有一个答案 对不对 因为你一出来 你只要大过一个零 你就遇到一个蓝色了嘛 所以最少 一定会有一个解答 对不对 好啦 那么我问你啦 如果你这个半径 是刚好处于在 二分之nπ 跟二分之n加1π的时候 你会有几个解答 举这个例子好了 我这个半径 是不是刚好放在 二分之ππ 然后以及二分之三π 中间 就是我的半径 是不是介于在 我的半径 是不是介于在 二分之二π 跟二分之三π 中间 对不对 那我有几个解答 一 二 三 我是不是有三个解答 所以你如果是介于在 n跟n加1中间 你有几个解答 n加1个解答 会不会 也就是说 如果我是介于在 这中间的话 我刚才画出来的 那个未能锦 就会有 n加1个解答 n加1个 energy state 那懂得什么 你就是在解 k1 k2有几个答案嘛 是不是你就在解 k 你就在解energy嘛 所以你要是 像这个题目的 像如果是 如果是现在 目前画出来的图的话 我目前就会有 三个bounce state 在这里面 这就是我有三个 答案 我有三个解答 这样等会是吗 这是很漂亮的 这个题目 对 你把你全部所会的 都集中在这个题目里面了 印数 代数 什么都解了 ok 我们就到这里吧 我们呢 距离5月底的那次小考 还有一个类型 还没有练习 就是最后一个类型 无穷大的题目 刚才我是不是有一个陷阱 对不对 现在这个陷阱呢 旁边的话就 几率是等于0的 根本就没有让你有 穿睡出来的几率了 ok 刚才呢 我们是不是还有几率 可以出来 对不对 这个题目的话就完全 没有几率出来了 没有几率了 好 我们剩下这个类型 之后呢 就是我们小考的范围 在这里面都是小考范围 ok 好咯 good luck